之前台灣作家劉克雙寫了篇文章 說台中早餐文化憑約 台中市市長林佳龍 就找同仁畫了一幅台中早餐地圖平凡 藉著介紹特色的台中早餐店 以美食化解誤會 在台灣網絡瘋傳 究竟美食地圖裏面有些甚麼 我們在阿根早餐 這是我的地圖裏最重要 也是最順路的早餐店 那我進去了 好 創業31年 善用食材搭配出不同口味的蛋餅 每日新鮮自家製的餅皮 將蛋打到晶瑩均勻 才落鑊煎香 再加上溫體豬腿肉做的肉鬆 澳洲牛肉片等等的食材 做出來的招牌蛋餅 甘香酥脆 配杯牙咸豆漿 就成為台中人最熟悉的味道 工作都很好吃 我們的炒麵跟炒米粉跟滷豆瓣 都是以傳統的手法做的 然後以我們比日比較古早味 一般台中人的早餐是炒麵加 所謂的東泉辣椒醬 台中人都會當炒麵 再加老牌的東泉辣椒醬 是最具代表性的早餐 這間炒麵店的老闆 就特地選了加了筋的 闊生粗黃麵 再加紅蘿蔔絲 夜菜和家傳的備製醬料 以大火炒香 加上東泉辣椒醬和自製的辣醬 大口大口地吃 醋麵嚥嚥嚥嚥 酸甜大辣 簡單的滋味就成為了本地人的經典 就是一般常常看到有蔥油餅 然後也有肉餅 但在這裡就把它混合成一種早餐 那這個是配著吃的嗎 對 這個是鹹豆漿 一般雖然我們吃到的都是甜的 大部分是甜的或是無糖的豆漿 但是它把它做成鹹的 然後加入油條 然後把它凝結成這個豆花 吃起來很有飽足感 充滿鹹香的蔥肉餅 油條鹹豆漿 荷包蛋 再加上70年代的油鍋鐵焗爐 新鮮即製的早餐 一久失傳的古早味 是台中人一直懷念的味道 還有和以醃製一日一夜 處理肌肉做的肉蛋吐司 配搬本地人長大的 紅綠豆豆腐花配油炸鬼 老台中人喜歡吃的傳統食物 例如大麵羹和麻薏 這些都是台中人從西吃到大的早餐 充滿住家菜的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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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